明师傅 怎么了 他怎么回来了 怎么回事啊 你先坐吧 今天 我有一些道歉的话 想跟大家说 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 我 最终还是决定 暂时告别这个舞台 几年前 我还是一个刚刚加入 职业战队里的新人 对 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在大部分人眼里 打游戏就是不务正业 是没有前途的 当然 我们家里人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都会面带疑问地问我 电竞是什么呀 这电竞有未来吗 那个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但看到他们的眼神 我很不服 因为我的内心告诉我 这是我的梦想 职业电竞 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为此 我跟我的家里人争吵过 冷战过 甚至不告而别 坐上了开往深圳的火车 来到了ZGDX战队 成为了一名职业电竞选手 在这短暂又漫长的拼搏时光里 我跟我们战队的Chase man 老猫 老K 还有小胖一起 我们跌倒过 也爬起来过 我也是在这一次次的荣誉和低谷中 到了人生中的位置 和方向 但遗憾的是 今天 我要把我的梦想给放下了 今天这场比赛的失败 也是现实在告诉我 是时候放下大概只能感动自己的执着 给那些新鲜的血液让胃的时候了 虽然我做不到 但我知道 只要梦想不灭 总会有人 站在这个比赛台上接替我 带着我的梦想继续走下去 而这个人 我希望他能尽快地做出决定 我希望有一天 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ZGDX战队拿到那座奖杯的时候 我还在 你们 也还在 现在 我 余明 ZGDX战队成员 我 与本次春季散后 正式登记退役